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讲上个星期 他在一个与宗教相关的一个活动中 发表了一份演讲 我看过他的原来的演讲 大概有三分多钟 那这个人呢叫贝克 他原来同样也是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 后来可能是被福克斯给开了 给开除了 所以他就引用了卡尔松那段话 卡尔松那段话呢 他基本上讲的是祈祷 他讲的是祈祷 讲的善与恶 那这段节目 那这个人现在他就叫 那个叫做 他就是自媒体吧 他有自己的网站 有自己的视频 就跟我们概念差不太多 但他讲他的 他的结论就是说呢 刚才那段讲话 应该是卡尔松 就卡尔松这件事情的 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然后他讲说 他说我当他在福克斯的时候 福克斯有着规定 所有的主持人不能在他的 不能在他的节目中谈到神 不许用告的这个词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美国的保守派媒体 保守派媒体 那作为自己的 他作为就作为一个 福克斯本身的主持人 我相信 如果他说假话的话 那福克斯肯定跟他没完 对吧 那他自己经历的 所以这就是很显然的 所以在他看来 他说我在做主持人的时候 我到底在我的节目中 多次违规 因为现在的媒体 很少念稿的 那些稍微大牌的 谁去念稿 在那有独字机 独字机的左派东西是这样 精英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要独字呢 为什么要用独字机呢 他不能犯错误 他不能犯错误 就是假的 不能犯错误 是假的 塑造完美 塑造完美的形象 是欺诈 与职业的微笑 没什么两样 那这是我们 在我个人角度来看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看到 所以他讲说呢 他说他并不知道 他自己并不清楚 卡尔松是不是在 他演讲当中 最后演讲这一份 谈到了神 谈到了祈祷 那使得最后这次 就使得最后呢 让这个莫多克 他也认为是莫多克 把卡尔松给 给给给 给费掉 而莫多克呢 最终下下定决心 把卡尔松给干掉 所以他就引用了这段 引用这这个 就是那段讲话 那段讲话我听过 他主要是 卡尔松也在 在非常激情的呼吁 善良在哪里 人们这个环境的恶 他非常的激情 非常的冲动 非常的用词 非常的这个直接 我会跟大家把这段视频 就这两段 有一段他原 就是他的原视频 大概三分多钟 我都跟大家放在下了 和另外那个主持人 我们就大家会有机会看到一个比较完美的故事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 因为他谈到祈祷 跟谈到神 那我刚才我们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这部分 有些人不一定接受了 我看还有留言 有骂街的 原来很少有骂街的 别又有骂街的 骂的 把你母亲的底裤都拿下来 何必呢 要不然你自己 把自己的底裤 给给给脱下来 黄承坤的人 黄承坤长大的 我保证 人说骂人不吐脏字 没骂人 我告诉你 骂你 就真的要把你回话的话 你都不知道上哪找 你听不懂 真的你听不懂 说你难听话 那最典型的 说这人怎么把裤子给脱了 脱裤子脱了 皮带够用不用 不够用 皮带够用不够用 我保证你都听不懂 再怎么骂埋他你 那是句骂人的话 骂人的话 现在开春的 那驴可骚了 知道那驴怎么骚吗 所以当人们谈到神的时候 当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处了谁废管 你的下贱 都把下贱这两个字给侮辱了 那这篇内容 这篇内容 就是英国的每日电讯 英国的每日电讯真的很有趣 英国的每日电讯 就引用了那段内容 来结合了摩多克自己的故事 就讲述了真正 使者 卡尔松离开 这个被开除 是因为他谈到了善恶跟祈祷 那这篇内容 他做了一个佐证 这摩多克呢 有钱就老找老婆 对吧 找老婆离 离了找 中间找了那么一个中国的女人 谁找谁不知道 无所谓了 反正就那么回事 就那么回事 这世界上很多都是 就是罗姆跟罗姆 就这么回事 那这个女的蛮有趣的 这个女的之前 听到的故事是说 她应该是个作家 年龄蛮大 摩多克 八十九十了吧 八十九十了 这个女大概六十多岁 我印象中是个作家 我印象中 我不知道是 是澳大利亚的 还是英国的 那后来跟她叫 后来就叫未婚妻 还没接呢 结果这未婚妻呢 跟她离婚 离婚 离婚 离什么婚 就分手了 分手的原因 分手的原因 是这个女人 跟莫多克 作为男女朋友 你别觉得亚克 你别觉得男女朋友 在讨论宗教问题 女人是个作者 是个作家 在讨论宗教问题 有她宗教的认知 这个女人评价 卡尔松 她的未婚妻 评价卡尔松 是上帝的使者 评价完之后 莫多克 莫多克就跟她分手了 所以这基本 我觉得当这样的故事 拼凑在一起的时候 基本就OK了 所以这是西方社会 大决裂 你要清楚 莫多克所掌控的媒体 被称为保守派 纽约邮报是保守派 福克斯是保守派 这些又是被川普 所唾弃 所以保守是一种欺诈的手段 就像我们说 彭斯把手放在圣经上 这是堕落的 所以要大家要明白 今天的保守派 今天的右派 根本拯救不了这个环境 连自己都救不了 因为自己的人里面 就像我说 去教堂的人 是用来欺诈的 这个故事 这是真家对满满的 我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 所以这个内容 那张照片用的 同样是我们刚才看到 就是卡尔森 在那次演讲中用的 莫多克不喜欢精神谈话 谈论精神的东西 而卡尔森宣扬 善恶与祈祷祷祷的必要性 讲完这个就被解雇了 而这位大亨的前未婚妻 前未未婚妻 还有前为什么 前未婚妻 史密斯说 这位火柴主播 他把 因为就很火爆的主播 应该是 马斯克很火爆的主播 是来自上帝的使者 他说完这话 所以不仅 莫多克开除了 解雇了 这个 卡尔森 而且也解雇了 他的未婚妻 这些肉就是个笑话 这些人的存在是个笑话 因为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魔鬼代言 这个 这个是魔鬼代言 莫多克 最近与前未婚妻 最近与前未婚妻 这不就刚出的事 在 在叫贝来 葡萄园吃晚餐 人家都有钱 对不对 反正再怎么有钱 他也得吃饭 他也得打嗝 他也得放屁 就这么点事 他也得找女朋友 找完这个女朋友 找完那个女朋友 所以虽然就说 就是块肉围 网络上最后的一场播出之后 卡尔森星期五晚上 发表了关于 善恶与祈祷的 必要性的演讲 所以应该同样是 发生在上星期五 这应该是上星期五 这里面提到说 卡尔森本周突然被解雇 原因可能是星期五晚上福音派的演讲 他宣扬了善与恶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就很大 因为其他的case都无所谓 但是当他宣扬这些东西的时候 也就说跟莫洛克也好 跟今天的深层政府也好 跟今天的精英也好 跟今天的把手放在圣经上 去侮辱那些 祈祷 祈祷者 祈祷没有用嘛 对不对 那肯定才会侮辱祈祷者 对吧 侮辱那些祈祷者的人 是一体的 那这一份的议题 就像我们说的 福克斯不叫福克斯 改叫狐狸台了 就像我们节目讲的 你看见达基 你到底看到的是狐狸 还是看到的是女人 那就那是取决于你自己 取决 观看者本身的生命定位 生命立场 星期一早晨 那这个 卡尔森就离开了 就被开除了 所以星期五晚上讲的 周末没上班 星期六 星期一干掉 很多人说是卡尔森 是因为在 在这个 跟Dominion 这个投票机有关的 Case有关 但呢明立场的杂志 明立场是一份 媒体了 那他 他竟报这些有钱人 报这些 你说好莱坞不好莱坞 就报这些有钱的人吧 所以明立场 引述作者 这个人 记者叫 叫谢尔曼 他引述人说 是星期五的晚上 卡尔森的一番演讲 使得莫多克 逼他出局 就是 这个结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 听起来是非常吻合 非常吻合 卡尔森的话 吓坏了特鲁多 吓坏了这个莫多克 他不喜欢所有这些 探讨宗教信仰 与精神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会使得莫多克 不计任何代价 不计任何代价 而下出决定 这是肯定的 因为佛魔从不两立 神鬼从不两立 那一定是对立起来 这是没错的 数周前 莫多克的前未婚妻 称 称卡尔森为 来自上帝的使者 当时是在一次 跟他吃饭时 讨论宗教问题 结果两周之后 就取消了婚约 所以在铺垫就在这 那这个铺垫 我以为就完全吻合了 我们曾经跟大家 分享过的故事 对吧 当左派的势力 和所谓保守派内部 这些虚假者 伪善者 当被迫做出决定 公开做出决定的时候 这就到了顶点了 如果莫多克 不是这种 与神对立的派别的顶点的话 那你说谁还是 对不对 那他就是 叫媒体大亨 他就是管媒体 那管媒体 主控着所谓的保守派媒体 却拒绝谈神 谈到宗教与神的问题的时候 可以开除他的前未婚妻 可以开除他的未婚妻 然后开除他最顶尖的赚钱的人 不计任何手段 不计任何代价 来斩与自己的钱财对立 所以这是超越的 因为他已经不顾忌自己的婚姻 不顾忌自己的生活 不顾忌自己的事 没错 而当时卡尔松是在 叫传统基金会 50周年庆典时 他是主旨发言人 利用了演讲 讨论了美国的 有关祈祷的问题 也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欺诈性的辩论 那个演讲是蛮长的 福克斯没有去讲 他被解雇的缘由 而他的新闻社里面 有人不斥说 是因为演讲而造成的概念 一共36分钟 卡尔松哀叹 就是祈祷已经没有了空间 他祈祷没有了空间 而他自己讲说 他的看法跟别人不同 他抨击了很多人 在佛洛伊德 黑人命贵的问题 和中共病毒的问题 他说这是羊群心态 羊群心理 羊群心态跟羊群心理 是被人家欺诈的 被非宗教者 也就是无神论者所欺诈的 我们应该停止这些 完全欺诈性的辩论 我们正使用1991年 他在传统基金会 开始时使用的术语 很多故事是编的 编的是为了赢得辩论 他说但是这不管用 我们每天花十分钟祈祷 那是真正的 为什么不呢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早在1991年 他入行的时候 他在大学入行的时候 他进行过真正辩论的 这种培训 我个人看过这 我能理解 真正辩论培训 他应该学这个专业的 但他认为那些东西 一点用都没有 但后来 他倒不如每次做节目前 祈祷十分钟 那你说卡尔松 是不是精神病 是不是精神病 那羞辱那些神 对有信仰的人 用你脱下底裤的一切 那你看我节目干嘛 你看我节目 你把裤衩脱了 放不上吧 放不上 好 反正我也看不着 很多大陆人 真的 被共产党毁的 真的 还骂人 骂人你也不会 好人你也不会 这奶头你就够不着 奶头够不着是什么 故宫里的宦官 他说我试过 根本行不通 那我相反 我认为祈祷是真正的 他说我不是什么传道士 我不是传道士 我就是一个圣公会的 圣公会的教徒 一个教徒 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 撒玛利亚人 我从你最谦卑 最谦卑的神学的立场 来寻找你 他说我就是一个 圣公会的教徒 所以他这是一种 宗教的说法 对吧 从一种信仰的角度 灵性的角度 寻求彼此之间的故事 我们得出结论 在你繁忙的时间里面 每天抽出十分钟来祈祷 他称这种选择的观点 是邪恶 而堕胎就是杀死儿童 你可以反对 对吧 所以这是莫多克的最新的未婚妻 他已经离开了 因为他们在讨论有关宗教问题之后离开了 就像我朋友说 不明白为什么卡尔松的太太 为什么卡尔松的太太那么老 这个问题问的 我觉得蛮奇怪 蛮特别蛮奇怪 蛮现代 蛮正常的 他的大学同学 结婚32年 生了四个孩子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 是不是应该这样应该难 如果换老婆的话 那就是他 他大概90多了 他接着换 接着换 那你让我说的就是 凡事要量力而行 对不对 当人不知道丑的时候 那就 畜生不如我才 富人人群 最大人群 乃至联邦政府 历史上最大人类组织等 他的目标是摧毁的一切 是为他们自己而破坏 让我们把它毁掉 你正在看到 不是政治运动 是一种邪恶 这是他星期五讲的 所以你看到今天眼前 我们看到的一切 经历过中共病毒的一切 你看到很多的 所谓的这种运动 在疫情期间 我跟大家解释 那是运动 对不对 那是运动 那不是人的生活 你现在谁还提 打枝了 我觉得故事是这故事 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它不一定是一个 基督教的概念 它是一个很广泛的 善与恶的理解 这一段是卡尔松 星期五的演讲 善良的特点就是 它平静 凝合 和平 秩序 不管你怎么称呼它 它不会冲突的 它是廉洁的 敬畏的 敬仰的 可能朋友会说了 你卡尔松讲话 那么冲突 你上哪儿平和的 是 你当然可以这么去指责它 然后呢 你什么都不是 因为是你自己内心的恶 承受不住 它的那一份陈述 真情的陈述 邪恶的特征是 对立的 仇恨的 暴力的 混乱的 分裂的 这个乌绰 如果你都参与其中 会产生一篮子结果 那它的真正倡导 就是邪恶的 对吧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社会价值观 我没有呼吁 我并不是呼吁宗教战争 要远离它 我们要更正看到真实的内容 所以这就是它的这段话 那这段话我会放在这个节目的下面 那很多会懂英文的朋友可以看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价值观的冲突 我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真正大审判的到来 真正大审判到来 西方将遭受前所未有的大清洗 前所未有 应该是在中共被天灭之前 因为无论怎么样 它西方的社会呢 还有着宗教的自由 所以这是它遭受清洗 又善良者能够得以机会的一个缘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